那我坐坐就好了 人家才會煩惱你開腳刷 對啊 你很熱 八十歲阿伯套丟倒 騎腳踏車出門 結果被熱暈了 自甩路倒 有民眾發現趕快報警 他剛剛就在這裡跌倒 跑不起來 我趕快叫我把工作 把他扶起來 阿伯坐在地上 臉色發白 仍不願起身 大熱天的再這麼下去 真的會熱到出事 原警好意想載他 可沒想到阿伯一度拒絕 原來是心系者一旁的愛車 腳踏車沒辦法塞進車裡 原警分工合作 一人開車載著阿伯 另一人則幫阿伯騎腳踏車回家 大街上這場景 猶如動畫烏龍派出所 而原警就像兩斤勘吉 真人版 不願就醫 更不願將心愛腳踏車留在現場 阿伯路倒在離家 一公里外的馬路邊 幸好有好心人 及時攙扶 協助報警 還有警力護送回家 要不然再連續三十六度高溫的大熱天 真的恐怕曬成人乾 記者留言網上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陳志根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且開啟 給我按燈喔